古代的秀才地位和含金量,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硕士毕业,或者姿势比较老的医生和老师,一个县城才几十个,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,安心工作可以混个小康的。 而历史中最出名的范锦重局,范锦在当秀才的时候,被看不起,是因为刚当秀才没多久,之前穷太久了,又没以秀才的身份去赚钱交书。如林外史里同是秀才的马二先生等人就混得好多了,明晴时期考一个秀才的难度,比现在取得博士学位概率上要难许多。 根据明朝早期的规定,一个县十万人可以考秀才名额二十人,这里说的二十人,不是至一年考这么多,而是至一共就这么多。秀才要考三轮,最后到省里发轮榜,每年大约百十口子,平均下来,一个县一年一个也不一定轮得上。 秀才大部分不富裕,但其实还可以,可以交书为生了,比重地扛火强多了,有的秀才穷,是因为干活是不会的了,交书也交不好,这就麻烦了。 秀才吃黄粮,起码恶不死,能穿特权衣服长衫,普通农民商人可不能穿,见线令不贵拱手即可,普通老百姓要贵。 秀才在古代是特权阶层,科举制度十分不容易,十年寒窗库读不是那么好考的,秀才起码也抵得上现在一个大学生了,相当于大学本科,居人相当于硕士研究生,近是相当于博士,居人可是全省考试前列,出来可以担任县城一位职务,县城相当于现在副处及副县长。 秀才是天子门生了,每年能从官府领取一定的路米和福利等,这不仅仅是学问的高低,已经有了政治待遇,居人就可以做官了,见官不贵,明朝还可以不交税,近是就是直接做主官了。 秀才虽然比较不值钱,但是当时大部分还是考不尽的。 秀才 秀才